被警方盤查身份 邱姓男子闪躲不敢回应 经过多次询问 男子才终于坦诚身份 调查发现对方是邱姓大马歌手 曾经被一名议员儿子指控 未毒强制猥胁 6月30号下午旅馆报警 表示房客欠缴两三千元的住宿费用 并且疑似提供假登记个资 警方到场发现马来西亚籍的 32岁邱姓男子举留过期 身上还背负毒品伤害 个人资料保护法等三项通緝 房内被搜出毒品 男子承认持有及吸食毒品 不过表达有就医需求 也让征讯一度中断 只是大马歌手来台发展演绎事业 但却涉及多起案件 正义连连 近新闻刘佩怡 红伟涛再帮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红伟涛